因為我有多餘的錢,我都希望撐經 我跟他有聯繫 我就被編量林詩帶第九組 第九組裏面有一班童心 他約我們去尖沙咀奧斯汀道 有一個開會 茶會,希望我到 現金我比較好用 我就去銀行拿了十萬元現金 用一個啡色的銀行給我的 就裝了給他 就去到這個客家人那裏 即自家人那裏的酒樓 就給了他,他就沒有數 我到兩點多鐘就給他電話 說這些數目合不合 他很厲害,他回答我 數核准感激 就沒有說多少錢了 我心想死了 他會不會真的用去撐警呢 我有一個是很害怕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給他的時候,我有一個附帶條件 就是當日,藍絲帶第九組 上我開會 我說的這十萬元 是要在座所有聽過的人要知道 你要讓他們知道 外面的人知道不知道,不要緊 但是聽到我說的 就一定要知道 這個是我的附帶條件 他說我一定跟他來講 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呢 我知道他沒有說 因為他又要捐錢 四天之後呢 他又問我借錢 借五萬元 十四日 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十四日 他就問我借五萬元 他就叫我捐三萬 那我說我沒有那麼多現金 在那裡 我問朋友借了 他說如果你借呢 就借夠五萬吧 那我就 有支票了 但是呢 我就 因為自己蠢了 好像這麼多苦主 個個都要付現金的 那我就WhatsApp給他 我說呢 我給十萬是用來撐警 還有要所有人知道 但是呢 那五萬元呢 你就一定要還給我 如果你不還給我呢 我就會去 小額錢債那裏呢 去追討 去告你 打著愛港外國的招牌 來到棍片 那之後呢 他就 拖多一個人出來 這樣呢 就有關五萬的事 那便 那便就拉拉扯扯 一個月之後呢 就在2015年 一月的十幾號 就全部還了 分四次 一次三萬 一次呢 就一萬 一次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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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拿了之後呢 那其實 給任何人呢 就想著 哎 不要搞我了 你這個人這麼笨 我都是走了 但我覺得 他如果是這樣做 我一定不可以走 因為我一定要把他呢 拉出來 因為我不想那麽多 愛港愛國的人 被他欺騙 個個說 愛國愛港被他欺騙了之後呢 回來呢 那些人 蠢才是給他錢的嘛 那便出來跟別人說 你們千萬不要愛國 愛國人士和警察 搭上關來來欺騙我們的錢 那便死了 那再多幾年呢 就沒有人愛國 那些警察就一定被人打了 所以呢 我為了這件事 我不走 我就一路在那裡 我不多 每個月我捐一千 為什麽叫做 食之無味 棄之可食 那一路直到呢 我們的副主席 蔡先生 2015年呢 就和我爭吵了 爭吵呢 他就說我 你呀 捐了幾千元 你就這麽多話說 你有沒有我做事 做這麽多話呢 阿蔡先生真的做很多事 原來呢 所有 他有李師兄的出來 的讚文 所有的手牌 都是他一個人做 那我就說 哇 你們做什麽要做到 半夜三更的 我開間廠都未笑過這樣做 原來呢 只有他一個做 真是很慘 有時的義工幫忙忙 還有我要了解到 原來所有義工呢 個個出去撐警回來的呢 去走樓吃飯 全部都是自己銀河包 AA制 從來沒有洗過你 才一分一毫 那我撐警 我的意識就是 哇 人家對頭 那麽多物資 哇 你們個個都要自己銀河 難怪那麽少人撐 那我打算 那十萬元呢 都夠他一年了 你不是很多活動 一餐 他們吃千零二千元 沒什麽所謂 我打算這樣做 原來呢 那些人跟我說 李斯均說你沒有捐 好像我的李斯均呢 還給他呢 就聽到一樣問題 他怎麽說我呢 他說你輸了股票 不是 我說我輸了股票 是我不想給他錢 其實我現金 我也有幾百萬現金在那裡 那他跟你說什麽 不要相信這個女人 他說他沒有要過我那十萬 其實那十萬後期呢 就給我呢 唉很辛苦 終於他在我的WhatsApp上 感激你十萬的捐款 我們九月份已經用完了 我死了 我14年 十一月十一號給你 你說14年 九月份已經用完了 那你之前你 就是命令的東西 那你就是刺手指啦 那你就是屬於鵝騙別人了 如果我不捐十萬 那你怎麽找錢 那所以我覺得他呢 有問題 那直到後來 斯均的自殺 直到後來 他們個個知道 原來個個呢 無一行典 個個都 借不少錢給他 是借了無多萬 我算厲害了 那五萬 一個月還完 因為我是要告他 多謝 但我希望你今天怎麽要來記招呢 我希望 所有愛國的人士知道 我們愛國 只是需要一票 其實不需要捐款 你看看他們正義聯盟 每個人都是自己圖腰包的 需要捐款呢 所以 他們那些說要捐款 到處去拿錢 以我所知 我拿不到證據的 在外面他拿了很多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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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